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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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博士 你怎樣? 可以嗎? 可以的 還有三分鐘左右 看看有沒有一些東西補充 在內容上 我扔了很多東西給你 我看到 例如Focus 是否在說喉嚨 例如大家喝雞肉水 有幾聲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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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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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有濕的咳 譬如起痰、有沒有痰 乾咳是沒有的 你知道我們一向都會說 譬如一生人有多少人試過咳 每個人都試過咳 沒有人說我一生人沒有咳過 然後有濕的咳 乾的咳、濕的咳 還有那種咳 原來是遺孫倒流了上來 會令到喉嚨或鼻腔的位置 你也不知道 因為那些毒氣上來 會令到那種咳 我便發送給你 另外小朋友可以在肺裡的喉 發炎CROUP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不斷咳 就是不斷咳 即是一咳就停不了 咳也自己累了 那這個PROXYSMO 你試過沒有? 咳到很辛苦 呃 也有試過的 不過近年就沒有了 對,近年沒有了 但是以前很害怕的 為甚麼停不了這些東西 然後呢 蘋果膠 大家都很喜歡 蘋果膠 是一向在咳藥水和咳糖裏面 都會用一個 Variation of 蘋果膠 這個有趣 我大概還有40年 好好好 是植牙手術前的檢查 手術過程 還是手術後的追蹤 植牙醫生 都佔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鄭潑濤出完牙科 哇,多厲害 說完口腔之後 多了很多牙醫 我們稍後大概45分10秒 即是13分鐘一節 對,45分15秒 哇,很厲害 你現在有牙醫廣告 哈哈哈哈 有些效 是嗎? 有些效 好啊 大優惠 按摩以1299 九半按摩產代50% 令你再加上都可以享受 五星級的全身按摩 按摩大王文哥 15412 0985 415412 即是快開始了 我都很開心 即是 對方跟我訪問 因為他們要生存 如果你生存不到 沒有了這些節目 那怎樣生存呢? 就是要收到廣告 而收到廣告 沒有什麼問題的 最重要是有人丟廣告 因為有人聽 才有廣告收 對不對? 最好就是收一些 有關聯的廣告 其實牙 一向口腔 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上個禮拜 我都說了 就說 嘩 正在來 遲些再說 哈哈 健康大數據 會為大家 一一解破 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 和星期五 這個時間 都會和大家 用這個數據 解釋 或者是和大家 看看 究竟在數據背後 對我們身體 有什麼影響 或者是我們魚海 關鎖好一點 今天趙博士 給了很多數據 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大家有沒有聽過 最近有兩聲咳 又或者早上起床 咳得厲害 又或者晚上入黑時 又咳得厲害 在這個咳的背後意義 是什麼 或者什麼原因 會導致咳 我們找一找 智博士出來 智博士你好 何坑你好 大家好 除了一些醫師 我相信 咳兩聲來聽 他們可能會判斷 作為我們平常人 兩聲咳可能是覺得自己口乾 或者基於什麼原因 如果譬如演繹 演戲那方面 就沒有叫你 不如你扮一下 乾咳來聽 導演 怎樣為之乾咳 可能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料比較淺薄 在數據上 有沒有一些密碼告訴我們 咳的方面有分幾種 以及為什麼會咳 咳很多因素的原因 但是咳有五種 有些人說只有三種 有些人說有四種 我給你五種 其實比這樣更多 可以分類 乾咳 首先咳下去 就沒有譚聲 沒有譚 乾咳 濕咳是有譚 簡單 乾和濕 另外第三種 就是一咳 失控 即是咳完 即刻再咳 再咳 接著都很激 停不住 有些人做得多 可能會喘氣 可能會咳到背部痛 但乾和濕都可以咳到背部痛 所以這三種 就是會不會一堆 很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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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到脫肺 對 這句正確 真的聽過 咳到脫肺 我這個ABC也聽過別人說 咳到脫肺 是因為 聽到那些雜聲 對 聽到那些雜聲 在喉嚨的嚴症 這樣也可以 然後 還有就是 你平時吃完食物 第五種咳 吃完食物 那些胃酸 那些食物 就會製造一些 叫做 PEPSIN 而PEPSIN 是可以 像毒氣一樣 上去喉嚨 可以上到鼻子 甚至 SINUS 那些位置 去到那裡也可以 但看看它上到哪個位置 你就要怎樣特別處理 但這種咳 就很特別的 因為有些人說 乾咳而已 但為何要分類了它呢 因為你的處理方法會很不同 首先 你會知道 你的胃酸 倒流上來 通常倒流上來 如果 如果 咳到 ASOPICUS 即是 由胃上來 那裡 你會感覺到 很咳 但有些人 是 不咳上來 因為它 飆飆 高了 高於那裡 就直接 在上面咳下來 上面咳下來 跟下面咳上來 是不同的 下面咳上來 起碼有很多 病症 可以去說 吃完這些東西之後 但如果 由上面咳下來 這個叫做LPR 就叫做Laryngopharyngeal Reflux 而另一個名字 給一般人去想 就是Silence Reflux 即是 沒有聲音 沒有影音 不過 就發覺 說話開始聲音 不太好 吃完東西 就覺得有些東西 不知為何 就是 接著還有咳 還有咳 所以咳 可大可小 個個都有 因為你知道 我們上次說 菲茲 四個裡面有一個有 是吧 但如果你說咳這件事 10個裡面有11個有的 即是有些還咳得多些 他說不是我認識很多人 我經常咳 你就知道有一個很多很多人 但最重要是要分類 因為不同的咳 就要不同的處理方法 譬如薑 薑對咳 好和不好 看什麼咳 如果你吃了再咳 再咳多一點 還有 在Crew 裏面 即是小朋友的氣管 為何要小心 因為有些人咳到 好像狗肺一樣 熟度 或者好像那些海獅 那些Rasping Barking 還有是尖一點 那種又不同 如果你說當它一樣 咳 吃薑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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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醋 都是一個天然的方法 但你記不記得上一次 已經打底了 為何我們不可以 濫用蘋果醋 因為對牙齒不好 如果對牙齒不好 酸的東西 對非枝也不好 會引致非枝 所以上次說過 番茄 那些東西就會不好 萬一你咳 現在你喝了蘋果醋 蘋果醋是有人說可以的 但問題是它沒有分類哪種咳 有沒有分類什麼情況 當你喝了 有一點好 接著有個非枝在喉嚨 那就不好 或者因為喝蘋果醋做好咳 但爛了牙齒 那就不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 蘋果膠 一定好 任何咳都好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咳糖 都是用蘋果膠的膠類 去製造喉糖 問題在喉糖是甚麼呢 加了糖 加了糖 對牙齒不好 另外就是你吃喉糖就不咳 不咳的時候 你知道你缺乏了甚麼嗎 除了多了糖 那個是送給你的 但問題是你少了水份 你不會一直在吃喉糖 一直在喝水 因為你不想喉糖 沒有了 所以你就不喝水了 那段時間 變成喝水份 是很重要的 因為可以幫你排走 如果有病毒 有細菌 你需要一些水份 要不然你怎樣倒垃圾 怎樣去洗手間 所以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知識 趙博士 你剛才說的兩個例子 其實在表演方面 尤其是一位聖人員 那不同 譬如一些前輩級那些 例如Lisa 就是汪明荃 他們那群 在表演之前 就會有一個暖杯 暖杯也挺大隻的 他們就暈眩一點 就用一些暖水 舒暢 令到喉嚨可以滋潤一點 另外一種 年輕一點的 跟我差不多 同輩的那群朋友 他們都很喜歡出台之前 吃顆喉糖的 是 大家都叫清清喉嚨 但是用了不同的方法 就是剛才的趙博士 你講的那兩件事 其實是 心理上還是實質上 例如Lisa說的那些 喝蜜糖 或者喝暖水 就能清掉了 是哪一件事 是會好一點呢 還是心理上吃顆喉糖 可能反而是沒有那麼好呢 我提醒你 心靈上 人心理上 能夠令到自己 有這樣的反應 變成一切 都相當厲害 因為他的心理 多厲害才可以做這種事 所以我們先不要小看他們 但是我們就是 暖水是有根據 領水有根據 但是是不是全面好 因為要看資料 現在你知道 領水不好 不是全面好 喉糖就不夠水份 有這個問題 所以蘋果膠 為何這麼厲害 因為它是喉糖裏面的成分 然後我就加回 Lisa姐那樣東西 我們想加薄荷 一向是會潤喉呢 是因為薄荷有些少 麻麻的感覺 令到你那個 咳咳的感覺 想咳 會減低了 如果你能夠 蘋果膠 加薄荷和丁香 薄荷怎麼來呢 你可以是薄荷茶 因為很多 乾了薄荷 一買就丟個茶包 但是丁香 就要預早浸 蘋果膠丁香 我一向都教人做 如果聽開這個節目 就知道 蘋果膠加丁香 然後就沖下去 薄荷茶包 或者新鮮薄荷葉 你就會得到 這兩邊的功力 但是沒有那些 說它做不到的 因為你沒有了糖分 然後第四樣東西加進去 蘋果膠 丁香薄荷葉 第四樣東西 就好看你的咳咳 第四樣東西就是 如果你那種咳咳 是受得到薑的 每個人都要試的 你可以加薑 如果不受得到薑 怎知道受不受得到 咳咳多了 那就不要下薑了 就立刻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就去處理它 就不用想太多 你是哪種咳咳 但是我說的 咳咳是要很小心的 因為剛才我說的有些東西 要找醫生去看 然後 還有 就是未必能看得到的 未必能看得到的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有些人躺下才有咳咳 躺平了 即是在床上睡著就咳咳 在晚咳 可以是晚上 可以早上睡著才有咳咳 然後睡著 有些人睡著晚上才有 有些人睡著才有 去看看醫生 因為可以是心臟病衰竭的問題 這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如果睡著咳咳 早晚也好 去醫生看看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咳咳 令到周邊的人都會有點擔心 因為上之前的疫情 或者現在是流感的高峰期 大家留意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數據上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未解釋好給大家聽 我們下個星期繼續延續這個話題 好啊 記得就繼續吧 好啊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小博士 是的 我們上個星期都未講完 我整合一下 我下個星期不問你拿料 我們從這兩個星期 拿的料再談 你也不用問我 我扔給你 哈哈哈哈 我聽多過你需要的 其實我們現在兩個合作是可以將一些東西再生活化 所以是好一些的數據 我們可以講到一集 你將來 你將來 你講這一輩子都講不完 我講了二十多年都講不完 哈哈哈哈 所以可以一直這樣講 因為其實讀四年醫 都不足夠 讀四年醫 你每樣都會碰一下 到你去做專科去看一件事 你不在那個城市裡有爆發 你根本是看不到那些東西 看不到那些東西 就尊了某些東西 是的 所以世上的病是學不完 因為第一 別人跟你分類了 是別人的角度 未必是那個角度 譬如我見過一些人 是做一些presentation 他會放左邊一行 和右邊那一疊 他剛好想他很齊整 所以大家第一 就用綠色 第二就用紅色 究竟兩邊的項目有沒有關係呢 原來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因為我是很仔細看這些東西 我就說 搞到我會看著 我就想一下 直至到我解釋到 因為他有些東西絕對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哮喘和某些情形 我知道沒有 但是因為他的性格 很喜歡一些很整齊擺放在那裡 即是配合顏色 所以你除了學習 還要學一下別人的性格 有些是多餘了你要拿走 是的 還有多方面思考 不要一貫地的心態 我以前聽過以為這樣就是這樣 還有咳 你知道嗎 咳可以鎮到 你變成眼睛會有些東西浮著浮著 即是你平常看著一些 是咳得嚴重的 是呀 是呀 打瓷也是 那個鎮的鎮是很厲害的 整個鎮 如果車子經常鎮 經常走爛地 螺絲也會鬆 是的 那你要維修 那誰幫你修好螺絲呢 那你去看鐵打 他最多幫你令它鬆一點 他不會弄緊一點 喂 留下我們節目說 哈哈哈哈 跟你聊天而已 我知道 沒有了新鮮感 我怕待會出家的時候 沒有那麼有事 是嗎 很好 好啦 下個禮拜見 下個禮拜見 謝謝 拜拜